金牌魚一 艾葉一條根 強腰塞 散寒濕 解勞淚 萬寧獨賣 歡迎收看《紳士各聽新聞》 我是Cat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自視證評論員沈舟在《大紀元首發》文章 近日有媒體披露 美軍海炮陸隊針對中共可能攻臺已經受訓一年多 此類消息與美軍可能空襲北京一樣 都算各方心照不宣的秘密 美軍特種部隊針對台海戰士的訓練 恐怕早就開始了 這樣一旦中共準備冒險 美軍海炮部隊等可能採取什麼行動呢 提到特種部隊 大家首先會想到刺殺重要的人物 研究人質 截取關鍵情報等 被魚海炮陸隊成功擊殺了恐怖分子頭摩本拉登 大多數人並不熟悉的是 美軍的歷次大規模軍事行動 特種部隊基本都率先出動打頭陣 可以說是秘密作戰的急先鋒 假如發現中共準備在台海冒險 美軍特種部隊 應該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 破壞中共的攻臺計劃 最好能迫使中共放棄 如果不能阻止開戰 就需要盡可能削弱中共執行計劃的能力 美軍特種部隊 可能針對中共軍隊高價值目標 採取先發制人的直接攻擊和偵察行動 也會試圖引發中共來聯 同時還會幫助台灣清理中共潛伏和滲透的特務 擊殺中共軍隊高級指揮官直至最高層 應該是阻止開戰最有效的手段 也是中共高層最害怕的 韓國特種部隊一直在準備刺殺金正恩的計劃 美軍和韓國特種部隊在朝鮮戰爭開始 就一直並肩作戰 在美軍人村兩棲登陸之前 特種部隊實先進入偵察 標記航道中的低點 清理障礙 並搜尋可能的水雷 戰爭後期 雙方特種部隊不斷從海上實施滲透 大量破壞了朝鮮境內的橋樑 隧道 海上和沿海目標 朝鮮已經擁有核武器 斬首金正恩 能最有效防止核武器的使用 韓國特種部隊針對金正恩的斬首計劃 已經半公開 金正恩也因此極度恐懼 不得不經常變換居住的地點 美軍特種部隊也會有針對中共的斬首計劃 斬首的目標應該包括軍委主席 副主席 參謀長 各種軍總司令和副司令 各戰區司令和副司令 還可能包括某些火箭軍旅長 某些集團軍軍長或旅長等 一旦這些人全部或部份死亡 指揮鏈喪失功能 中共攻台計劃就難以執行 中共的核武器系統也難以啟動 類似任務最可能交給美國海軍的海炮部隊 和美國陸軍的三角洲部隊執行 美國海軍的特種部隊 也叫海炮部隊 每個海炮突擊隊各有8個牌 每個牌英為16人 各牌若單獨出擊 可同時執行數十項任務 海炮突擊隊可以在海上 重臨 城市 北極 山區和沙漠環境中執行任務 包括捕獲或殺死高級目標 在敵後收集情報和實施破壞行動 海炮突擊陸隊 獨立於上述海炮突擊隊 直接歸屬海軍特種作戰司令部 或美軍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指揮 海炮陸隊是精英中的精英 海炮陸隊的建制和任務都屬於秘密 通常會執行最重要的先發制人行動 申請加入海炮陸隊的候選人 必須至少執行過兩次部署任務 然後進行為期8個月的選拔和培訓 據稱 吐汰率約為50% 美軍特種部隊的訓練 極其密集和高風險 訓練中隨時可能出現嚴重傷害和死亡 各種培訓課程包括自由攀登 陸戰、徒手格鬥、駕駛、潛水、通訊 以及生存、躲避、抵抗和徒生訓練 在沙漠風暴行動中 美軍一個三國洲追擊小組 在伊拉克細部發現了26枚飛無腿飛彈 追擊手在3,000馬外擊穿了導彈燃料箱 阻止導彈射向以色列 在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動中 三國洲部隊的主要目標 是抓獲或殺死基地組織 和塔利班內的高家人員 並得到了海炮突擊隊的增援 其後也參加了重要的偵察和突擊任務 總計消滅或俘虜了2,000多個敵人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 三國洲部隊偵察員為聯軍空閘標定目標 令伊拉克大量裝甲車和防空系統被快速摧毀 三國洲部隊也曾在夜間 突襲一處大壩的戰略要地 並和游騎兵共同堅守5天 三國洲部隊還抓獲了薩特姆 和他的私人秘書等高價值目標人物 在隨後的反恐行動中 三國洲部隊多次成功俘虜 和擊殺恐怖組織高級負責人 包括在2022年 包圍了伊斯蘭國領導人 庫萊希 迫使其自殺身亡 中南海高層 沿海各省的中共主要官員 和軍隊高級將領 應該是美軍特種部隊的目標 這些先發制人的斬首行動 自然不會公開 但可以迅速阻止戰爭的發生 無論斬首任務 是否全部或部分完成 美軍特種部隊還會在沿海地區 實施偵察和破擊任務 中共軍隊主要集結點 彈藥庫、游庫、防空系統 指揮通訊中心 火箭軍導彈型的預設陣地 機場等 都會被準確標記 令美軍能實施更精準的空中打擊 美軍特種部隊 也可能針對一些關鍵目標 實施破壞行動 令中共軍隊難以如期發動進攻 或進攻能力大減 前中共軍事科學院副院長 賀磊在北京上山輪壇上放言稱 在南海對美國 不會永遠有內心 這是典型的虛張聲勢 對美軍海砲部隊來說 奪佔中共控制的南海軍事賭招 相對容易得多 而中共軍隊卻邊場莫及 美軍特種部隊 可能通過媒體有以釋放消息 也是威懾中共的手段之一 北京忌彈美軍的空襲 亦不得不忌憚美軍的特種部隊 中南海高層同各級軍官 真的敢壓上自己的性命來冒險嗎? 我自然現在都遜到 既然在韓國人各國人是你 在海中中的歷程 年紀典型的特種化 我自然是比較有影響 也不然是 汇渡 詞